让影像颜色更鲜明 在这一节的范例当中 模特儿背后的草地以及树林会显得不够翠绿 有时候是因为相机设定或者是季节的关系 而导致草地和树林看起来比较泛黄一些 而影像整体的颜色看起来也不够鲜艳 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就要利用几个小技巧 然后让这个影像能够呈现更加的鲜艳 在开始制作之前先来浏览一下完成作品 在这个范例当中呢 会先利用色彩平衡来还原翠绿的树林色调 然后我们会在圈选不需要润色的部分 然后把它还原为原本的色调 再来呢我们会利用笔刷工具来涂抹一些细节的部分 然后会再利用色相饱和度的调整涂层来调整人物偏黄的肤色 再来会利用曲线的调整涂层来加强人物轮廓的对比 最后会再利用色阶的调整涂层来将背景的光线打亮 浏览作品的完成结果之后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实际进行操作 请先开启本书范例原始档12-07.cpg档案来进行练习 首先我们要先将影像背景的绿色色调调整出来 请在图层面板旋按 建立调整图层钮 色彩平衡 接着再开启的内容色彩平衡的面板中 设定色调为中间调 然后您可以依着影像的特性来设定相关的数值 在本范例当中我们设定的是055-10 接着一样在这个面板中设定色调为阴影 然后设定0017 再来设定色调为量部 设定数值为045-20 这样就完成透过色彩平衡还原翠绿树林的设定 调整好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整个影像都呈现绿色的状态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奇怪 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快速选取工具呢 将影像中不需要润色的部分圈选出来 然后原本的色调还原 那首先我们要先将色彩平衡1这个图层 先隐藏 选按工具面板中的快速选取工具钮 在选项列当中选按笔刷清单钮 设定尺寸为20 硬度设定为100% 间距设定为25% 然后再核选自动增强 设定好之后 在影像上我们要进行圈选人物的部分 若是你有超出选取的范围时 只要按住AUTO键不放 就可以来将一些不需要的选取范围来做删除 然后您可以适当的缩放笔刷大小 来进行选取 选取好范围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调整边缘对外方块中的设定 来微调出更好的选取范围 那请先在图层面板选按背景图层之后 然后在于选项列当中 选按调整边缘钮 设定检视为黑底 可以方便我们等一下在人物法师区被选取的时候 比较好做调整 接下来呢在本范例当中我们要调整 边缘侦测的半径要设定为2 然后在调整边缘当中的平滑度要设定为5 余画设定为1 对比呢设定为15% 之后请在左边选按 调整半径工具 这个选项 在编辑区当中的人物 左侧的法师边缘来进行绘制 这使软体它会帮您运算出最佳的边缘效果 最后呢请和选进化颜色 然后设定总量为50%之后 输出至设定为新增图层 最后再按确定钮 就可以得到一个背景拷贝图层 然后人物已经完成去备的动作 再来我们要将背景 还有色彩平衡1的图层 来做显示 然后呢再将背景拷贝图层 移植到最上层 接下来我们要还原背景中不该是绿色的色调 在范例当中 影像中除了现在是人物不是绿色调之外 还有包括一些石块 树干 布道 湖面 天空等等 都不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那在这边我们要透过 颜色范围功能 产生一个遮色片 然后能够快速的来解决 色调的问题 那请在色彩平衡1图层的遮色片缩图上 两按两下滑鼠左键 然后在开启的面板中 选按颜色范围钮 这时它会开启一个对挖方块 然后请设定选取为样本颜色 朦胧设定为20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吸取颜色 你可以在编辑区当中 选按Ctrl加加键 将这个影像放大之后 将滑鼠指标移置到影像右下角的树干处 然后乘一个地管壮石 按一下滑鼠左键来进行吸取颜色 这时呢你会发现 影像会立即呈现调整的效果 然后影像中与取样颜色相似的色彩 已经去除色彩平衡1图层的绿色色调 如果说您觉得效果 还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可以在影像的其他位置来进行吸色 来达到色调的调整 那最后请按确定钮完成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涂抹的方式来修正一些细节的部分 那我们要透过笔刷工具来进行涂抹 请在图层面板中选取色彩平衡1的图层之后 然后再选按工具面板中的笔刷工具钮 然后设定 尺寸为50 硬度呢设定为50% 那接下来呢 您可以在树干树枝 雾道 天空 湖水等等 只要不适合以绿色论色的景物上 利用笔刷工具将这个绿色涂抹掉 然后您可以适当的缩放笔刷大小 再来呢 我们要来调整人物偏黄的肤色 影像中的人物肤色会因为阳光照射稍稍有一点偏黄的现象 那为了跟背景搭配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修正偏黄肤色的问题 请按着Ctrl键不放 然后在图层面板中的背景拷贝图层 按一下滑鼠左键 将这个选取范围再次的选取起来 然后在图层面板中 选按建立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 然后在这个面板当中呢 设定红色 饱和度在这个范例我们设定的是-8 名量设定为10 再来呢要设定黄色的地方 饱和度设定为-15 名量量呢一样设定为10 设定好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加强人物的亮部 让原本比较暗的模特儿可以看起来更加的抢眼 那请按Ctrl键不放 在色相饱和度的图层折色片缩图上按一下滑鼠左键 一样载入选取范围之后 在图层面板下方选按建立调整图层钮 然后选按曲线 在曲线的这个面板当中 设定预设极为线性对比这个选项 最后呢我们要来打亮背景的光线 一样选取图层面板中的色彩平衡1图层 然后选按建立调整图层钮 色阶 然后开启色阶面板之后 拖曳亮部的这个滑感 然后设定 大约是203这个数值 设定好之后就能加强亮部的光线 最后我们设定一下色彩平衡1图层不透明度 设定为80% 以上就是让影像颜色更鲜明 操作说明 三个月 三个月